虛擬煙火綻放澎湖花火節登場 4月開始是澎湖旅遊旺季 吸引不少遊客 一位陳小姐日前利用旅行社網站 訂購飛往澎湖的機票 退票卻得等至少兩個月 讓她氣炸了 所以繞了一大圈之後 跟我講說 他們最快最快 也要兩個月才可以把這個費用 退回到我的金融卡帳戶裡面去 那我覺得時間太久 因為陳小姐在3月18號 訂了兩張4月1號 從高雄到澎湖的機票 後來因為想改搭船 22號就在網站上申請退票 沒想到4月10號收到信用卡帳單 卻發現並沒有退款 詢問業者才知道要等上2至4個月 有個什麼溝通的時間 那大概10到20件我還能接受 可是如果多到4個月或2個月 我就覺得有點誇張 主要是我們是大批量在處理 所以要看航空公司 他可能要花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才能退給我們 業者回應 由於旅行社退訂機票 都是大批訂單處理 而且從旅行社到銀行 再到航空公司 流程繁鎖需要時間 但實際調查發現 像是陳小姐訂的復興航空 處理退票 只要20天的時間 另外華航只要7天 遠航的退票流程14天內 就可以將款項退至發卡銀行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應該要檢討 它是嚴格來講是不合理的 因為航空公司他的時間 如果在一個月裡面就可以出亂幣 為什麼到購物網站這邊會拉那麼長 小保官強調旅行社帶訂機票 應該要依各航空公司的退票時間 去做適當的調整 否則就算在官網上公告 退票需要遏制4個月也是不合理 消費者可以跟小保官檢舉討公道 記者 陳志宇文 月方 台北報導